六項朋友都歐路有得 這個好消息來看 基本港主心意委員會長開會 頭月經過六點鐘 討論之後 決定基本港主的月期 為二萬三千一百塊 起到二萬三千八百塊 起差不多三點凶三% 一點鐘的基本港主 本來是百五塊 起到一百五十八塊 起差不多五點三三% 按算沒你完蛋 也就是新力一月撤去 可以好的幾台灣 二百三十一萬的六項 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 經過六點鐘的討論 路主上方握手提議 氣氛真好 理工理工理 基本申稅決定要蓋了 基本工資由一百五十元 調整到一百五十八元 明年基本申稅算點鐘 到五點三三% 起八塊來到一百五十八塊 未急調到較少 三點凶三% 起七百塊來到二萬三千八百塊 申稅雖然三四年都蓋 不過自方對這個結構很不滿 工資三年來 包括今年第四年 你們都是用政府的政策決定嘛 你們從一開始就一直喊之三%到五% 七大工商團體表明向部長說 我們不給予背思 我們對於這種條法 我們也表示不滿意 如果沒看到破頭 自方勞這支政府有插手 沒想要堅持跟我們接受 然後方勞因為氣氛到第35% 感到失望 勞亡團體一開始堅持的是要 談都不談就動張 那到最後當然勞亡團體也足以的 在現實面的考量上 我們去做部分的調整 以工部門的工序去做了這樣的一個財事 所以我還是對這樣的結果表達能夠遺憾 完全沒有任何的政治考量或選舉考量 完全是基於照顧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 那我們也充分的就各項的射精指標的數據 大家來做討論 日空日空年選總統 薪水的議題變得很敏感 現在這個結果會送去行政意通過 提早送一個大禮 給230多萬的路工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